耶,我的频道终于突破70万订阅大关啦 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会遵守我的承诺 送出iPhone 11 Pro来回馈给你们 你们现在只需要确保已经订阅了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了小铃铛 还有追踪了我和Cherry的Instagram 之后我就会从中挑出幸运额 把这个iPhone 11 Pro送出去啦 所以我们继续看影片呗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圆 今天依旧的要来测试Cherry的反应 但是今天这个题材叻 我相信在我频道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今天将会跟他讲 我自己患上了轻微的精神病 我患上了轻微的精神病 然后我一家家会跟他讲些 我半夜都会睡不着啊 然后觉得自己很压力啊 然后很多心事困扰自己 我觉得自己好像有患上精神病的那个可能性 我会跟他讲一大堆这样子的东西啦 然后我等下会再继续的编一些 编一些故事 我会继续的编一些故事来让他相信 我好像得了一些病这样子 然后我看他会不会 建议我去看一些新医生啊 然后我想要看他 如果他以为我中了病之后呢 他会不会继续的对我不离不弃 然后继续的陪伴着我 到底他会有什么样 特别的反应 到底他会有什么样 是我expect不到的反应 这一点是我非常好奇的一点 经过了上一次的教训之后呢 他都会知道我把cam 我会把这架cam send在那一边 因为他已经知道我通常要prank他的话 他都会看一下那个角落 有没有相机 所以这一次我学找朋友 我就不把这架相机 藏在那一边 我会藏在另外一个角落 OK 我已经知道我要藏在那里了 刚刚他就拍完了Innis 3的广告嘛 所以他这个椅子就放在这一边咯 然后等下我就把cam 可能就send在这一边 然后用这些盒子来挡着这样子 所以今次呢 你应该是 猜不到我在这里正在你的 只会成功 8回300 OK 我现在就把相机藏在这个椅子 然后用一些盒子挡着他 他应该不会发现到吧 应该啦 因为通常我都是放那边的嘛 或者是那边嘛 我希望他不会察觉到 所以等下我趁他要进来的时候 我会夹夹做一个好像自己撞头的那种动作 就让他觉得 怎么我这样奇怪 然后我才开始进入那个阵梯 各位 我听到Cherry上来的声音了 所以我现在要快点开始敲我的头 老妮 老妮啊 你刚才在做什么 没有啊 压力啊 压力 压力 发泄一下 什么发泄 什么发泄 我在下面讲究 我在找他的份嘛 给了什么 我冲两个 做什么 你爱你什么 我东西要跟你分享 你还会做这样的 做什么 我都会做好事 我觉得我最近 好像越来越压力了 我觉得我最近压力的情况越来越重了 你快有压力了没 你快有压力了没 然后你压力是什么 我要估 妈妈 妹妹 自己扛几个家 事业 家庭 这样多东西要发 所以你刚才看到我的还没撞 其实你是第一次看过是好像撞 蛤 老师又会撞你这样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这样撞你 老师都没有撞你不撞 因为我怕吓到你了 所以我没这样子撞你 不过我就觉得好像蛮 蛮舒压的 然后就这样 讲自己的意思也是这样 NO-NO-NO 我觉得啦 为什么你会压力 我最近的症状也很严重 你会压力 因为其实大概在几个月前 因为我每次比 我都比你早睡嘛 然后你每次以为我比你早睡嘛 我现在没有 就是 刚才很近了 然后当你睡着之后 我都一直一个人醒来 然后有时候自己坐在那边 进一点点累 真的 我就坐在那边自己一个人累 然后有时候 我一直去装摩托 我共同我去一直装摩托 然后有时候打击的 这边来 真的 我 我觉得我真的 压力太大 然后 才会这样子啊 你觉得 一定是压力大你才会这样 可是你要压力什么 你之前都不会这样 有时候我蛮想像我一样开心 如果我发现我自己有精神病的话 你会这样 没有啊 怎么你会这样觉得自己有精神病 因为我觉得我举动也不寻常啊 你想像一个正常人 我一直去撞你的头 然后打进你的胸口这样 然后半天起来一个人坐在那边 流眼泪 我每次流眼泪的时候 我看 你都是又很爽 不会啊 我有一点涩瘦我就起来 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我梦游 你像我刚才这样子 撞 我实际不是这样才梦游 其实我这样子一直撞啊 可是我通常都在也不在的时候 对你不要跟我讲 因为我怕你担心我 你看你这样子 奇怪耶 但你觉得我应该要这样 如果我去看精神病医生的话 你在拍片上 你在拍片上 我没有在拍片 我很认真的 你看 没有相机的 那边也没有相机了 很认真的耶 你分身我现在的心情 为什么你要觉得我在拍片 我没有在拍片 不是每次这种东西都在拍片的 我认真的 你觉得我应该要怎样 我已经很压力了 我很怕 我很怕我有 我怕我有 精神病 真的吗 可是 我怕我严重 然后有一天 我又不小心伤害你 那是最严重的结果 那时候我觉得我现在 也会不小心的结果 如果我真的是 的话 也不会抛弃我 你有没有离开 你不要吵了 我没有怕 我没有拍 我没有玩 这些我又没有看你不对劲啦 因为我在隐藏着 你应该要讲出来吗 如果是这么这样 我找不到人讲 我找不到人可以跟他分享 我的心事 你要讲吗 你压力什么 喂 你应该什么开片吗 我一直觉得很好笑 我也是觉得很好笑 我也是觉得很好笑 我公信不到 我有时候 你怎么会有笑 我有时候也是 我终于没有赏性 不是我自己笑 就我在山江 我心里有很多压力 可是我会自己笑 我忍不住笑出来 我忍不住笑出来 真的是 有时候我去照镜子 我心前是想哭 可是我又笑出来 我觉得我自己很恐怖 怎么办 是很恐怖啊 他有一开门 你就这样敲 我以为你是在白白 可是你要我撞你 我怕有一天我控制不到 然后我的头去撞你 我就是怕这样的情况发生 会伤害到你 所以我觉得我要去看医生 你要不要陪回去 可是我很怕 我怕那个报告出来 我妈妈懂啊 我没有过我妈妈讲 你要跟她讲啊 我不要跟她讲 我不要跟她讲 我不要给人家知道 我突然咧 我就是怕她打起来 你突然这样 我不知道要怎样咧 没有如果真的试的话 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真的试的话 你会不会抛弃我先 不会啊 我要抛弃你 是很突然咧 你这样子 你在压力什么 我还是撞一下 你不要说还可以吗 不要这样啦 我不知道要怎样咧 阿姨你干嘛吧 我跟你讲 有时候我半夜睡觉的时候 我起来坐着一个女人 那时候 我都会跟自己讲过 我会跟我自己讲 一首乔 你走后给吧 在那边 哦 掉了掉了掉了 不要这样子 我头发油油 咪咪咪咪咪咪 你呀 你呀 OK我觉得我这次终于 终于 成功了 没有没有成功 我还是不相信的 我就不要再惊 OKOK 我就突然你这么 怎么突然讲自己有病 因为我真的没有察觉到啊 你平常 这样我问你啊 你有多少percent相信 当你找不到camp的时候 因为通常我camp 是放在这边嘛 或是放这边嘛 但是该你找 找了一轮你找不到 有没有那么一刻 你相信了 没有 真的完全没有 突然讲自己有病 然后一开门进来 你就这样子敲 我就觉得很好笑啊 我觉得好笑啊 我没有觉得 之后我开门 你开门进来看我敲 很好笑耶 你不觉得很恐怖耶 好笑吗 原来 你敲的 你敲的那个 那个举动 很好笑 这样讲的话 这样讲的话 你觉得我今天的影片 是成功还是失败 由你来定论 一半 一半一半 OK 所以今天 又是一个 测试女朋友 对我的爱 到底有多深的一部影片 爵士好男友系列 所以这个是爵士好男友系列 每人要作弄女朋友的一个 好男友系列 OK 所以今天 这部影片 就到这里结束啦 各位你看他用的那种 熊巴巴的眼神 一直在蹬着我 他要转过去了 我刚才有讲一句话 我其实是想笑 我讲 如果我可以像 Oni这样每天开开心心就好了 我会说我慢想像 Oni这样开心 刚刚我就觉得你一直在偷笑 我问你在笑什么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一定是假的 所以我没有完全相信 Oni就好哦 每天开开心心这样 Oni 好你看 每天开开心心这样 所以今天影片到影片结束啦 掰掰 我们下集见